第幾屆 今年第十六屆 十六屆 哇 人可貴了 你看我們整個團隊 上上下下同心協力 要辦好這次的畢業典禮 聽說啊 待會我們鄉長還有代表會主席 要帶領所有今年的 男女主角要走六道門 是啊 是的 就在我們的背後 真的啊 哇 這個六道門是什麼呢 我們先跟爸爸媽媽來介紹一下好不好 那要不要我們兩個先走 我們好像在辦婚禮一樣 可以嗎 我們可不可以先踹踹看 然後一邊走一邊介紹 可以喔 一定要這樣子是不是 這樣子才會有生令其境的感覺 沒有抱我生 我想要怎麼走 這麼感性 搞得這麼local 應該搞得這麼搞笑的 其實我會很搞笑的 我跟你講 各位 這樣才有歡樂 真的喔 OK 讓我們先介紹一下這六道門 有哪六道門 聽說第一道門叫什麼門 第一道門要從後面後過來 有聰明智慧的叫什麼門 請問 聰明智慧 聰明門對不對 鄭明老師應該是這樣子問的 是是是 第一道花門 他擺著 他擺著 箭子 什麼箭 箭子 就是小朋友的童腕 踢箭子的箭子 有沒有人要猜猜看這什麼門 請問 諧音 諧音 劍 健康康的 健康門 這樣知道了嗎 我答對了對不對 答對了 一百分 你不要把我幫我搶一下這個 好 那第二道花門 第二道門 好 來 他上面擺著 我們三餐都要用得到的東西 什麼東西啊 對 筷子 有問他小朋友說了 這邊是嗎 這個媽媽 所以呢 讓他猜猜看什麼門 快樂門 快樂門 這不僅是小朋友快樂 現場爸爸媽媽每天也都要快樂 真的好厲害 答對了 這位媽媽掌聲 謝謝 一三道花門 玉琳你看看 衝 那一定我知道 我剛剛講過了 我剛剛提醒過了 衝 OK 我來打 我來打好了 為什麼 衝啊 就聰明門嘛 對不對 我剛剛 我講的沒錯吧 哎呀 要把機會讓給所有的觀眾啊 我都講出來答案了 我親友團那麼多 你看我馬上講了 他好像上拍手 拍手打賽就對了 好厲害 要轉身用這種方法 好吧 那第四道了 那我今天也要聊下去 厚臉皮一點了 你不要了 第四道可能是 琴菜 琴菜 勤勞 勤勞哦 哎 快接近了 快接近 這個媽媽講了 這個媽媽講話了 對對對 叫什麼 勤快 哦 勤勞又快 這個哥哥他也是龍頭畢業的 會不會 哦勤快 不是 第四道門 琴塊 就是琴菜嘛對不對 四筆 哦 這四道門 都答對囉 給他掌聲 然後第五道門 好 第五道門 哎 這不用說了 這上面掉了什麼東西 各位 請看 這什麼 吉啊 橘子 橘子 還是吉 橘子 橘子 吉利門 對不對 小朋友答對囉 哦 那邊小朋友在回答 掌聲鼓勵 吉利門 第六道門 好 最後一道門 請大家 這個不用講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都知道了 大家一起說好了 哎 要數一二三 大家一起說嘛 來 請問 這叫什麼門 一 二 三 一 二 哎呀 你看我們 大家都知道了 來 給平安人掌聲鼓勵 希望大家快快樂樂 平平安 也希望我們今天整個典禮啊 順利的進行 可是正念老師 我們的典禮才剛開始不到十分鐘 我覺得今年的精神 好像有一點點的給他 什麼意思 你要講什麼 成分了一點點 為什麼 就好比說我們剛剛的問候聲啊 或者是掌聲 對不對 或者是我們一問一答 對 他們的反應 是不是 已經迫不及待的想要看我們 畢業生進場了呢 他好像沉浸在那種 比較憂鬱的感覺 因為他的孩子啊 今天要畢業了 每個人的心裡面呢 其實充滿了那種 惆悵 哎 比阿爸 要上國小 未來日子還長得很耶 哎呀 三百六十五天 每天每天這樣過 其實應該都快樂 對 對不對 所以請各位 爸爸媽媽媽 阿公阿婆叔叔阿姨 德哥姐姐 可不可以嗨一點啊 跟我們一點掌聲好不好 謝謝 再對一點 謝謝你們 謝謝 一定要掌聲這種方式的是嗎 心中有害害要害到最高一點 也希望大家今天呢 其實歡樂而歸買在而歸 小寶貝 畢業我相信不容易的 也現在 爸爸爸爸 今天一定要拭目以待 小朋友精采的表演 聽說第二階段是嗎 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 他叫曾萍 他叫玉琳 師弟 大家好 大家帶來這一段 謝謝 掌聲 謝謝大家 謝謝